大家好,我是特爱聊的老王 今天呢,咱们谈谈袁世凯称帝为什么会失败 我先说结论 简单说,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的反对 日本也并非反对称帝或者帝制 而是坚决反对袁世凯 日本认为袁世凯如果成为中国的政治领袖 就会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最大障碍 所以日本最后直接提出了 袁世凯必须退出政坛,交出权利 1915年的5月,中日民寺条约的签订 意味着所谓中日之间关于21条交涉的结束 北洋政府最大的外交危机暂时算是平息了 袁世凯呢,也因为他应对有方 在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控制能力 使袁世凯在国内和国际都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声望 所以袁世凯当时认为启动帝制的时机基本成熟了 到1915年7月,袁世凯派顾维军出任墨西哥大使 这就应该算是中国正式启动帝制外交前期准备的一个标志 因为顾维军出使墨西哥的主要使命就是在美国宣传和鼓吹帝制 联系美国的新闻界做舆论宣传和联系在美的亲华人士支持帝制 同时北洋政府的驻英公使、驻法公使、驻日公使和驻俄公使 也开始启动帝制宣传 并且收集各国列强对帝制的反应和态度 综合英国、日本、德国、美国各国对帝制的意见 第一,国体问题是中国内政 第二,大部分中国人不关心政体问题 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 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帝王之权 所以帝制和登基都没有什么问题 袁世凯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第三,帝制比共和更适合中国 也更符合列强各国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 综合列强的反应 各国列强的反应在袁世凯看来 其中英国和日本两国的态度最为重要 1915年的9月 日本首相大卫重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 表示不干涉中国的帝制 并且称赞过了袁世凯 10月份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袁世凯表示支持帝制 于是到了10月6日 北洋政府正式启动了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 就是先选举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然后让代表投票来决定国体 同时呢外交部也通报各个领馆和海外华人 中国政府算是正式对外宣布地制改革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日本国内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首相大卫重信认为 地制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只要不引发骚乱 不损害日本的利益 不必干涉 但是日本国内导元派的力量在这个时候 虽然还没将矛头直接针对袁世凯 但是他们也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帝制 他们的理由是说呢 袁世凯现在已经有事实上的帝王权利 就没有必要再冒险变更国体 变更国体一旦引发骚乱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袁世凯就把大卫重信的公开发言 当成了日本政府的官方政策 所以袁世凯地制改革的迅速推进 就导致了日本国内反援力量的迅速集结 日本国内的反援力量认为 他们需要刻不容缓地阻击袁世凯的政治势力 日本国内支持地制和反对地制的政治力量的分歧 其实并不在于中国的地制 而是对袁世凯个人的判断 因为袁世凯在清末在朝鲜和日本打交道的历史 尤其是21条交涉当中的袁世凯的反制态度 以及袁世凯所采取的这种以一致一的外交政策 都是和日本的这种谋求在华利益的特殊化 优先化 以及希望主导中国事务的这种努力相悖 所以支持和反对的分歧只在于 一方认为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 局面仍旧是可控的 说的通俗点就是 即便袁世凯有反日之心 也未必就有反日之力 再说列强各有各的利益和各自的计算 以一致疑也只是袁世凯的一厢情愿 也不是袁世凯想利用 就可以利用得了列强的 但是另一派的反对力量 主要来自陆军部的主张 他们的观点都比较简单直接 他们认为如果放任袁世凯扩大势力 必有后患 与其推测未来 不如借此时机积极介入 打倒袁世凯 清除袁世凯的政治势力 内田良平在对支那问题解决笔件当中就说 五人对华政策 其先决问题是不除去袁世凯 真正的日中融合绝不可能 袁世凯急于解决地质问题 正所以急于自取灭亡 是日本解决对华问题的最有利之时机 究竟盛美建议日本在中国的地质问题上 先不表示明确意见 在地质将要面临新政府承认与否之计 再予以否认 采取一种渐进扼杀的方式 致袁世凯与决地 当然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像旧警和内田他们的建议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 或者说是不是日本政府 就是采用了他们的建议 但是如果从后来的事实来看 日本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10月14号 日本内阁形成了一种一致意见 他们以中国地质恐招致内乱为由 联合英国 加上俄国美国法国五国 共同向中国提出所谓劝告 要求中国暂缓地质 同时呢 日本还要向列强显示 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权 和让中国对日本的权威有所自觉 英国公使朱尔典本来是同情袁世凯的 他反对这个暂缓成帝的劝告 但是英国政府考虑一战时英日同盟的重要性 没有采纳公使朱尔典的建议 决定保持英日一致行动 俄国本身并不反对中国地质 但是顾及俄英联盟和希望从日本购买军火 所以俄国最后加入了日英一起提出劝告 美国表示不参加 所以最后变成英日俄三国提出劝告 法国最初拒绝参加 但三国劝告提出以后 法国表示复议 当时的日本舆论和在华的外国媒体 普遍认为三国劝告再加上法国复议 如当头棒喝 袁世凯必定屈服 但是在中国方面呢 军人和地质派对劝告持强硬态度 表示拒绝劝告 主张继续按原计划推动地质 外交部的主张是接受劝告 尤其是当时的驻治大使陆宗宇 他已经敏锐的意识到 日本想借地质的问题插手中国内政 所以一再建议要暂缓地质 不要给日本介入的时机和口实 最后袁世凯采纳了强硬派的主张 对外宣称绝不退让 国体问题乃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这样称帝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一方面各省的国民代表选举投票 已经基本完成了 地质的进程没有理由终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日本坚持中国必须暂缓成帝 至少要与日本协商改定计划 否则就是对日本的蔑视 最后经过中日双方的外交角力 和英国的居中卧旋 北洋政府做出了妥协 非正式的承诺 在1915年年内不改制 在这个地质的问题上呢 欧洲的列强大多表示支持 国内的各项工作进展也恒常顺利 既无阻碍也无反对 只有日本强行的干预 要求再换成帝 所以1915年11月的时候 袁世凯就想通过外交管道 提出参加一战 试图用参加一战的方式 赢得列强支持 来抵制日本的势力 对袁世凯的一战参战案 英国表示支持 也支持中国的地质改革 因为英国希望利用袁世凯 来制衡日本的在华势力 但是日本坚决反对 日本认为这是袁世凯 与英国的密谋 所以日本全力反击 全力打击袁世凯 与英国争夺在东亚的外交主导权 所以这个时候 帝制和袁世凯的个人政治命运 他又和英国和日本之间 争夺东亚外交主导权的斗争 纠缠在了一起 袁世凯提议参加一战的外交努力失败以后 英国又出面提议中国参战 然后又联合法国俄国复议 形成了三国一致给日本施加压力 但是日本强力反击 直接指责英国想要利用中英同盟破坏英日同盟 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和日本达成和解 互相发表声明 表示双方都无意破坏英日合作的诚意 中国也指责妥协 也跟着发表声明 表示从未考虑过放弃中立参加一战 中国提议参战案 以及俄国法国英国三国联合共同提议 要求中国参战案的失败 完全确立了日本在东亚外交的主导权 也彻底坚定了日本朝野各界反对帝制 去除袁世凯的决心 袁世凯当时只是非正式的承诺年内不改制 但是并没承诺不改制 所以改制的各项工作 到了1915年的11月份已经基本完成 12月初国体投票开始 结果国民代表一致同意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把袁世凯改大总统为皇帝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贷 结果到这个时候为止 中国的改变国体的法律程序就算是全部完成了 就差最后一步就是登基大典 但是日本在这时候的目的已是不在帝制 而是坚决导员 反对帝制只是个借口和由头 结果三天以后 12月15日 日本再次联合英国 法国 俄国和意大利 五国联合提出了第二次所谓劝告 要求袁世凯暂缓帝制 但是袁世凯表示不接受第二次劝告 态度极其强硬 而且设立了登基大典筹备处 分封爵位 公布1916年为红线元年 准备登基 日本于是就开始从外交交涉 变成了直接资助全国各地的反员势力 蔡厄 梁启超 都是得到日本资助的 简单来说 事实上当时全国所有的反员力量 无论大小 背后均有日本的支持和策动 需要一提的是 当时向反员护国军的反员理由 其实并不是反对袁世凯称帝 也不是反对中国改变国体 而是指责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 换取列强的支持 而拥护帝制派 则指责护国军是勾结日本 分裂国家 到了1915年的12月底 西方列强都主张要承认中国帝制 要袁世凯尽快登基 要尽快的恢复中国的国内秩序 但是只有日本反对 因为混乱都是日本资助的 日本希望越乱越好 袁世凯在列强的支持下 他错误的判断了形势 于是决定在1916年2月登基 并且派出特使赴日解释 袁世凯当时认为与日本仍有互动的外交空间 但是日本方面 公开拒绝接受二月登基 公开拒绝接见特使 当时派往日本的特使周子齐大使说 中国愿日本处处压制强迫 日本奋中国玩弄远交进攻之小册 反复无常 中日之间已无基本的信任基础 最后在日本的巨大压力之下 北洋政府再次屈服 在1916年的1月宣布决定暂缓2月的登基 到了1916年的3月份 袁世凯已经开始逐渐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 为了最后的挣扎 保住全力 宣布取消地制 队内停战构合 队日全面妥协 重提日中亲善提携 希望可以保住大总统的职位 曹主林甚至暗示日本 可以利用袁世凯这个不利的机会 为所欲为的提出要求 暗示可以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财政顾问 以及和日本军企统一 原来这些日本百般努力 而中国坚决不让的条件 现在为了保不住权力 全都可以作为交还的筹码 但是日本直接拒绝了袁世凯的嗜好 明确表示袁世凯应该退出政坛 交出权力 日本外相甚至羞辱袁世凯 说传闻说大总统隐退之后 有赴英美安度余生的想法 但亚洲人在欧美生活 不会太愉快 不如居于同文同种之日本 日本对袁世凯的最后一击 是因为扼杀了袁世凯政府的财务来源 因为中国当时所欠的外债 和对外战争的赔款 都是以关税和延税做抵押的 延税和关税的收入不经过中国政府 是由外国银行直接收取 扣除了还款的北京和利息之后 将盈余再转付给中国政府 结果1916年的4月 日本就牵头五国银行 停赋了中国政府的延税盈余 结果就直接导致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崩溃 成为了压倒袁世凯的最后一棵稻草 1916年的5月 日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各国列强都希望日本出面主持时局 日本外相日志裔就提出了 黎元洪接任大总统的方案 当时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是袁世凯如何安排 但是到了6月6号 袁世凯的突然病逝 使所有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 袁世凯呢 绝对是个政治强人 城府极深 手段老辣且坚韧不拔 所有的外交事务和策略 均亲力亲为 他当总统的时候 虽然有陆征祥 陆宗宇 梁世仪 曹汝林 顾维军等一干外交家辅佐 但袁世凯才是真正幕后的外交总长 所有的电文均亲自批阅指点 可以说他的每一步应对 都是对的 但他却是最后的失败者 当日本想让他拿国家利益 交换他个人政治利益时 袁世凯拒绝了 但是当袁世凯想拿国家利益 和日本交换个人利益时 日本又拒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